有爱无信,自己都吃不饱,这日子还要怎么过 明镇和小丽是大学生活认识的 他们是通过联谊才认识 这一开始,明镇对小丽一见钟情 小丽长得很漂亮,有很多的追求者 但是小丽总觉得他们不了解自己 但是明镇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体贴的男生 小丽觉得自己对他有一样的感觉 心里好像很喜欢他 决定非他不嫁 毕业后,明镇想要娶小丽 小丽同意了 小丽第一次去明镇的家,见了她的父母 明镇家里不是很富裕 小丽第一次去她家吃饭,感觉很尴尬 因为根本吃不惯他们的饭菜 总感觉哪里不干净 小丽的父母听说了也是很反对小丽和明镇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劝小丽明镇分手 但是小丽却说我们俩之间有爱情 有了爱情这些什么都可以克服 后来小丽当应了明镇的求婚 婚后一开始小丽和明镇的生活还算幸福 他们每天吃饭,睡觉,逛街,无话不谈 但就是生活中有一点拮据 他们在外面租的房子住 吃饭的时候总在想要少吃一点 省点钱,否则这个月的生活费又没着落了 久而久之 小丽讨厌这种天天柴米谣言酱醋茶的日子 小丽后悔当初没有听父母的话 就这样嫁给明镇 有时候小丽才明白 原来婚姻不是两个人相爱就可以 这是两个家庭的事 这种天天算计的日子 小丽过得够够的 最后他们俩终于因为一些琐事 而产生了无尽的争吵 最后只能离婚 小丽想起以前父母说 结婚要门端互对 贫贱夫妻百日哀 虽然这句话不是绝对的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女人结婚一定要想清楚 否则后悔的肯定是自己 虽然金钱不能代表什么 但是还会影响自己的家庭 所以结婚时父母亲的话还是要听 不应该盲目遵从自己的心意 毕竟父母也是经过了多年婚姻经验 他们所了解的毕竟比我们小辈的多